今天国民党党内初选韩国瑜以支持度44.805%胜出 台湾首富郭董以27.730%落败 其他候选人分别是前新北市场朱立伦17.900% 前台北县长周西伟6.020% 台大教授张亚中3.544% 初选后吴敦义原本要带领其他候选人出席记者会 但只有韩国瑜、周西伟、张亚中出席 朱立伦自己开记者会 郭董则是以新闻稿方式向大众说明 韩国瑜前几天才说礼拜一到礼拜五专心办公 只有六日才选举 话才说完马上破功 今天礼拜一就马上请假北上参加初选明条的记者会 韩总你自己说过的话怎么马上破功呢 周西伟大大说韩总是惠能六组 我前两天看在国瑜在电视上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画面滑过去 我觉得他很像禅宗的六组惠能 可是周西伟大大惠能六组的明年是 图体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目 何除了尘埃 这句话可是跟韩总要征服宇宙的完全不一样啊 您的比喻有点怪怪的 很多韩粉欢天喜地庆祝韩总即将征服宇宙 更多韩粉跑到屏东马祖庙放鞭炮庆祝 以怎只有十几个人而已 更多小绿绿更是提前宣布恭喜小英即将连任成功 郭董生气气韩总征服宇宙去小英 眼下欣欣欣郭董会不会脱党参选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